WTT澳门冠军赛如期落幕 在这场比赛里从东京奥运会开始斩路头脚的王曼玉 又拿到一个女单冠军 将彼时在东京奥运会中拿到女单冠军的陈梦 成功的拦截在了半决赛 不过这并不是陈梦在东京奥运会后的第一次输球 面对接二连三的挑战 陈梦已经很会调整自己的心态 所以这次丢关并没有给他造成太大的影响 就在最近陈梦发布生活静照状态太好 即使是观察比赛时陈梦的状态 我们也不难发现他的底子并不差 五官精致短发俐落 由于常年保持着运动的习惯 皮肤的状态也很好 而这次进入休假的他在精心打扮一番之后 在镜头里漂亮又自如 照片甚至可以用经验来形容 照片里的陈梦穿着厚厚的风衣 手里捧着的白色围巾面料绵软 将他整个人的气质称得更加柔和 本人也更加精致灵动 其实这一段时间对陈梦来说 并称不上顺利 反而是困难重重 挑战接踵而至 东京奥运会展下女单项目冠军之后 陈梦被寄予了非常深厚的希望 然而全运输球的他就接受到了 来自社会舆论方面的巨大压力 甚至影响了他对自己的信心 从全运会到市拼赛 再到这次的WTT冠军赛 三度输球 陈梦反而对自己的实力 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看到他装容精致的出现在我们面前 球迷们不由自主的为他开心 相信在下一阶段 陈梦能够更好地调节自己 保持良好的心态 不断精进技术 以更好的姿态去面临将要到来的挑战 现阶段的他 依旧是国拼女队中的绝对主力 相信他会书写好属于自己的那段故事 spawn了两个娘惯于自己的变性 亦选持有关